明年1月启动 北京 上海等10省市将开展商业养老金业务试点 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商业养老金业务有哪些新特点 和个人养老金业务有何不同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如何更好服务民众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张琳 今晚我们来关注商业养老金试点 银保监会昨天发布通知 将从2023年1月1号起 在北京 上海 广东等10个省市 开展养老保险公司商业养老金业务试点 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那么哪些人群适合购买商业养老金 商业养老金业务有哪些新的特点 随着养老保险体系第三支柱的稳步推进 民众多样化的养老保障需求 该如何更好的满足 今天晚上围绕这些话题 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两位财经评论员 一起参与话题的探讨 我们请到的是郭立言和刘哥 欢迎两位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 即将启动试点的商业养老金业务 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 商业养老金业务 包括养老账户管理 养老规划 资金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服务 可满足客户生命周期内 多样化养老需求 试点区域为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福建省 山东省 河南省 广东省 四川省 陕西省等十个省市 参与试点的四家养老保险公司 为中国人民养老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和国民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养老金业务 为参与人建立锁定养老账户 和持续养老账户双账户 简单来说 锁定账户 要到一定年龄后才能领取 持续账户则相对灵活 兼顾了长期投资 和流动性的需求 产品方面 支持个人长期持续积累养老资金 提供不同期限 风险 流动性等特征的 商业养老金产品 满足客户 稳健投资 风险保障 退休领取等养老需求 同时可提供包括 收支测算等养老规划服务 协助客户管理好 生命周期内的养老风险 领取时 提供定额分期 定期分期 长期年金化领取等多种安排 与此同时 商业养老金业务 强化风险管控 建立产品托管机制 加强投资监督和估值对账 通过多种手段控制风险 银保监会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 商业养老金定位于 面向广大民众的 普惠性 创新性的 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 那么具体面向 人群都是哪些 或者我们来说 到底什么样的人 应该和适合购买商业养老金呢 对 这次商业养老金 这个普惠性体现得很明显 可以说是 只要是年满18岁 那你与商业养老金的机构 那你签订相关的 这个业务合同 就可以通过 商业养老金的 这样的账户 进行长期的养老金的积累 那么可以见到 这次呢 应该说 与此前已经开始试点的 个人养老金业务相比 应该说更广泛的覆盖 和触及普通的民众 那么呢 大家也知道 作为我们第一支柱的 这个基础养老金 覆盖的这个民众的范围 在10.5亿 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么 个人养老金 它的这个覆盖范围 是与基础养老金 是重叠的 那是只有你此前 那么呢 开设了这种 基础养老金的账户 那你才能够 在个人养老金业务上 每年按照一定的 上限之内 来去申购 那这个商业养老金 它这次应该说是 更广泛的覆盖 尤其是针对着 当前社会 像是新业态呀 新产业呀 从业人员 灵活就业的人员 对对对 灵活就业人员 所占比越来越高 就像我们讲的 一些私心经济 那它可能此前呢 并没有在基础养老金 账户这个方面 有缴纳 但是这次呢 也是给这一类的人群 那提供了进行缴纳 那由它所在的 这种启示业监位 通过各种渠道 更灵活的缴纳 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提供了 新的一种的选择 让你的整个的养老安排 有了更多的补充 因为它整个 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 说三个支柱是吧 那一个呢 是公共这个保险金 一个公共社保 一个呢是结年金 一个呢就是 个人的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现在呢 又补充了这一个 就是这个人寿的 这个个人的这种 养老保险 那么这个养老保险了以后呢 那么应该说就把整个的 这个体系呢 它就搭建 应该说 基本上完成了 那么我们知道 在我们这三个支柱里面呢 以前是非常不平衡的 也就是说 我们和其他的国家 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 社会保障的这个体系 也是后来建立起来的 和那些这个发达国家的话 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建立过程当中呢 那么相对于企业年金 这一部分和 个人养老保险这一部分的 相对呢 它都是比较弱 它占的比例 那么整个的 社保这一部分的 占到了85%以上的这个比例 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呢 整个和其他的发达国家的 那个已经形成的 那个体系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现在企业年金的这一部分 现在也鼓励企业的话呢 去补充 那么再把个人养老的 这一部分呢 包括现在 前一段时间出来的 个人养老金 再加上现在的 这个新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保险金 那么加起来以后呢 那么就是整体上 把这个体系的 补充的就更完整了 原来相对单一 现在开始多元化的 一个发展了 那我们来看一个 具体的内容啊 商业养老金业务 是为参与人 要建立有两个账户 一个叫做锁定养老账户 一个是持续养老账户 双账户 这个具体该怎么理解 是的 这次的这个 商业养老金的一个特色 就是普惠性 刚才我们谈了 接下来就是创新性 包括您刚才所提及的 像这样的双账户的 这种产品的设计 和制度的安排 锁定的账户 咱们直白的解释一下 就是你到了 法定的这样的 那个年限 该退休的这个年龄 你才能够是 应该说是领取 那么呢 持续的这样的 养老金的账户 它是更灵活 能够结合你 长期投资 还有呢 不同年龄阶段的时候的 流动性的需求 那么更加灵活的来操作 那这样的一个组合体现的 其实啊 是当前养老金金融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在持续深化的 关键的一步 那么作为金融侧 供给侧的 这个产品和服务的 刚才您也讲了 更加多元化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产品的这个供给 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多元 符合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 还有审慎投资的 一系列的产品 组合设计的理念 那这是产品跟服务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供给侧的改革 还想说的 这次的供给侧的改革呢 在养老金融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呢 更涉及的是制度机制 这样的 刚才刘老师也讲了 它涉及的是像 第三支柱均衡发展的 制度补短板的 制度创新的层面 那么这次试点的主体 其实呢 是有四家 那么呢 应该说是专业性的 养老金的这样的机构 那么呢 这样他们之类的公司 他们去试点一个方向 那么是制度体制的建设 去匹配商业养老金 未来运作 包括他们的治理结构啊 组织架构啊 和考核体系 这一整套的 所以想说的 产品服务的供给侧 和制度的供给侧 都在守正创新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看 目前这样的一个 商业养老金试点 和之前我们所了解的 个人养老金 到底有哪些区别 首先 个人养老金是政策支持 个人自愿参加 市场化运营 实现养老保险 补充功能的 养老保险制度 商业养老金是 个人自愿参与 市场化 法制化运作的 养老金融业务 第二 个人养老金 可享受税收优惠 而个人参与 商业养老金业务 则没有相关优惠 第三 参与门槛不同 个人养老金 要求参与人士 中国境内 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或者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的 劳动者 而参与商业养老金 只需要年满18周岁 并与养老保险公司 签订相关业务合同 第四 购买产品不同 个人养老金 参与人 可以购买符合规定的 理财 存款 商业养老保险 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 为个人养老金 保持增值 商业养老金客户 可选择购买 养老保险公司 提供的多种 商业养老金产品 刚才这个短片 应该说非常清楚地 列出了个人养老金 和商业养老金 之间的区别 最近试点的 个人养老金业务 和即将要挤动的 商业养老金业务 它们两个之间的 相互的关联性 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就从文件上 就能看出来 个人养老金的 那个文件是谁发的呢 实事细则 文件是谁 开头是人社部 也就是还有其他的 一些这个 相关的一些 包括银保监会的机构 而这个商业保险金的 这个只有银保监会 来颁发的 这样的一个试点的 一个规则 也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个人保险金的 这一部分 它这个个人养老金 的这一部分呢 它是属于国家支持的 这一部分 它虽然呢 就是说我们讲三个支柱 那么在个人的这一部分 虽然是个人指导 但是呢 国家有减免税 等其他方面呢 它是整个的 一个养老体系里面的 一部分 但是呢 商业养老金这一部分呢 虽然呢 互相之间的 他们是通过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能够为我们的 这个养老呢 提供更多的资金 但是呢 它是一个银行 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行为 也就是说 它不算是这个体系 它完全在一个体系里面 但是呢 它不再享受 有关这个国家 比如说提供的 比如说税收 或者其他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减免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 它是有区别的 另外呢 其实还有提醒一下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商业养老金 和原来的那些 这个保险公司提供的 养老保险也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养老保险呢 它完全是一个金融产品 那么这个 它没有那么强的约束性 这个商业养老金呢 它因为要建立起来 要建立账号 也就是账户和产品相结合 也就是 那么它这一点呢 又和个人养老金 有一定的相关性 也就是说 它要有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的什么 有什么意义呢 也就是说 对你的存 这个财富管理的话呢 它是一个推动的作用 它有这样的一个 相对呢 有一个 有一个约束 那么这样的一个约束呢 能够 让你能够持续的 为自己的养老呢 来积蓄财富 对 虽然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商业养老金的一些特点 包括跟 不同的产品之间 那些不同点 但是对于我们的 普通民众来说 我想大家可能 还会有所困惑 就是这些不同的产品 包括丽妍刚才说 它是一个广覆盖的 你有了基础养老金的 这样一个账户 你就可以购买 但是到底该怎么买呢 这么多产品该怎么选呢 是 应该说是商业养老金 它突出的是 个人选择 加上市场化和法制化的 这样的一个运作的规范 来运行的 这样的市场化的 这样的产品 在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如果是 作为个人的 有长线养老 这样的需求的 那么呢 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 一个养老的 自身的一个规划 那么大家也知道 不同的年龄层 从事不同职业的人 他在不同的阶段 对自己的养老的 这样的规划预期 还有对于 不同金融产品的 投资偏好 风险偏好 也是不尽相同的 所以自己 要对自己 不同时期 所从事的职业 还有自己未来的 这个长线的 这样一个 从商业角度 投资的一个概念 去来规划好 自己的这样的 一个养老的设计 与此同时 这次商业养老金 试点专门强调 那么呢 试点的这些专业性的 像养老金的机构 也要为 那么相关的 这个养老金账户的 应该说是 利户的这些人士 提供相关的 长线的 养老规划设计的 一篮子的方案 不仅是产品的设计 产品的这种管理 和风控的设计 还包括 长期养老规划 一系列的服务 我们会认为 这一系列 都是延展 整个商业养老服务 提升商业养老服务能力 健全产品体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发展多层次 多支柱的 养老保险体系 这一段时间以来 个人养老金制度 落地实施 以及特定养老储蓄 试点的启动 都在助力 第三支柱养老 体现建设的意思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中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主要包括三支柱 第一支柱为 基本养老保险 包括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和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 第二支柱为 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 由用人单位 及其职工建立 第三支柱为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和商业养老保险 具体包括 个人养老金 和其他个人 商业养老金融业务 两个部分 个人养老金产品 具有多样性 主要是为了满足 不同投资者的 投资偏好 以及需求 是有利于满足 不同群体的投资需求 同时也有利于 促进市场竞争 促使金融机构 开发出更多 更好的金融产品 参加到 个人养老金制度里来 近期 特定养老储蓄试点 也启动了 工商银行 上线了首批产品 在合肥 广州 成都 西安和青岛 五个试点城市开售 特定养老储蓄产品 包括整存整取 零存整取 和整存领取 三种类型 产品期限分为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和二十年四档 产品利率略高于 大型银行 五年期定期存款的 挂牌利率 养老储蓄 每五年为一个 继续周期 同一个继续周期 类利率水平 是保持不变的 在新的继续周期 开始时 银行可以根据 市场利率变化 等因素 对产品利率 进行调整 并按照调整 后的利率 继续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居民存款 已超过110万亿 社会财富转化为 长期养老金的 潜力巨大 为第三支柱发展 提供了良好基础 我们现在一直提倡要发展 多层次 多支柱的 养老保险体系 这对于服务民众 多样化的 养老保障需求 具体将会发挥 怎样的作用 是更有助于 我们这个老友所养 应该说是更高质量 更有保障的 这样可持续的 通过不断的 完善制度 来给我们每一个人 提供更多的选择 更好的保障 尤其是像 最近的个人养老金的试点 还有商业养老金的 这个业务的试点 它是更广覆盖 刚才我们叙述了 也有更多的产品 和服务的选择 与此同时 是更长周期的 这样一个管理 大家也知道 这个应该说是客户 对于商业养老保险产品而言 那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会成为潜在的客户 那客户他选择的是有一个 全生命周期的 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 在不同的年龄层 世代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这样的需求 这次的这个长线管理 完善制度 突出的非常的明显 由此可以看到 是对我们当前 应该说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这种养老需求 更加的多元 更加的迫切 那么包括每一个人 都会为自己未来的 这样的养老做好规划 相配套的 一整套的金融领域的 这样的供给侧的 一种创新 一种优化 还有提供更多的 这样的改 通过制度机制的 这样的改革 来为我们每一个人的 选择来提供支撑 可以说是 供需衔接 那这样的一个 匹配的过程 目的啊 就是使得更多元的 这样养老需求 能够不断的 稳慎的 得到满足 从而啊 为我们整个社会的 老友所养的 一整套的制度的完善 也就是您刚才讲的 多元化的啊 这种多层次 多支柱的 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完善 提供很强劲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 所以呢 这养老是重大的民生 事关整个国家的大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 牵涉其中 涉及我们每一个人的 切身利益 目前来讲 应该是一步一步 在稳步的健全 制度模块 共同的支撑 我们共同的 这个美好的愿景 是的 我们看到 现在我国居民存款 已经超过110万亿了 所以业内会有一种声音 说社会财富 转化为长期 养老资金的潜力 是非常大的 而这些都会为 第三支柱的发展 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那么助力老有所养 这方面的潜力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这个其实呢 需要专业的公司 来打理这些钱 那么你注意到没有 就是说现在呢 是四家养老保险公司 专业的养老保险公司 而且这些公司 可能大家以前 没太听说过 其中有一家公司 还是最近刚成立的 就是国民保险公司 它是由各大商业银行的 理财公司 加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理财公司 主要是这些机构 他们投资成立的 100多亿的注册资金 那么这些机构呢 现在呢 就是要求他们 把他们的主业 完全去交到 这个养老金的 这个管理上面 他们之前呢 更多的是管理企业年金的 那么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呢 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一种 管理水平 现在呢 就是对他们的 长期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对他们的 就是这个聚焦 让他们聚焦主业 长期投资 要这方面的能力 要提升上来 好 谢谢两位嘉宾 带来的分享 广告之后 欢迎您回来 继续收看 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玲 2023年1月1号起 北京 上海等10个省市 将会启动 养老保险公司 商业养老金 业务试点 目前在金融管理部门的 推动之下 个人养老金融产品 种类逐步丰富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 不同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适合不同的 个人投资者 不同年龄段的 群体的投资选择 也是不同的 要综合考虑 个人的承受能力 做好规划 科学合理选择 金融机构提供的 个人养老金产品 和服务 这样才能让 自己的老年生活 更多一份保障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 央视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关注 请继续收看 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财经